一路向前梁柱瓷磚全掉光 钢筋裸露结构完全变形 教室岌岌可危 走廊上满四岁十块 花莲女中综合大楼校舍 因为大地震严重毁损 成了一栋围楼 多少都有一些 但是倒没有真的那么恐怕 这校方都还蛮贴心的 然后透过一些社区 但是我们家长 目前进驻里的状态 上课不会大概想过 好在其他校舍影响较小 8号上午学生仍然进到学校上课 但校方为了安全 急着将这栋大楼拆除 马不停蹄忙着灾后重建 年初估大概是两亿两千万 拆除的那个时间 会进行线上授课 对我现在就是在检查 电脑坏掉几台 同样在花莲的慈禧大学 一样灾情严重 位在12楼的传播系电脑教室 地板全挤在一起 电脑以及器材设备 因为地震摇晃毁损 损失惨重 一楼的图书馆 还有多处漏水 以及天花板破损 八号停课不停班 一早教职员通通总动员 进到校内进行复原 华丽女中八号仍然正常上课 预计一周后跑完流程 开始校内围楼拆除作业 拆除作业开始让全校师生 先上上课 慈禧大学在八号停课不停班 校内职员全方面检查校园安全 九号让学生自行选择 线上或正常上课 在十号之后正常上班上课 而东华大学也因为 多处建筑毁损严重 需要进行复原 以保障学生安全 目前燃烧的范围扩大 东华大学理工学院 更因为地震引起火灾烧毁 结构受损严重 也被贴上红单 校方已经决定异地重建 花莲大地震灾后重建 其校方要尽速将校园复原 不让学生受教权受到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